今天是清明廉假的第一天 也是很多人重要的返乡节日 而且这一次的清明廉假 总共是有五天的假期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出游人潮 今天早上六七点开始观察 国道各地路况就有出现 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情况 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地方 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情况 像紫色的部分 在国道三号英哥系统这边 以及在国道一号湖口路段 现在也都是比较拥塞的情况 这拥塞时间其实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都有非常车多的情况 另外在中部地区 台中系统 彰化系统 也都是车辆比较多的情形 还有另外在东部地区 其实国道五号每次大家都很怕塞车 虽然今天早上东部的地区 整体看起来车辆是还OK的 但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要衔接国五的这个地方 木榨这一带车辆还是比较大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么根据高工局呢 他们预测的这个拥塞的时段来看呢 其实国道一号在下午三点过后 可能就会比较疏解一点 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午过后 南下的路段也会比较顺畅 而在国道五号的部分 下午四点过后呢 傍晚的时候在上路 可能也会比较顺畅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 在天气的部分 由于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关系 所以北部东部都有降雨的情况 也提醒大家开车上路 要特别留意路况 不想留意路况 不想请我带我 好 啦